有光合作用Photosimesis 是植物、组类等生产者和某些细菌 利用光能将二氧化碳水和硫化氢化成碳水化合物 植物之所以被称为食物链的生产者 是因为它能够透过光合作用利用无机物生产有机物 并且储存能量将能量转换效率约为6% 通过食用食物链的消费者可以吸收植物所储存的能量 效率为10% 对大多数的生物来说 这个过程是赖以生存的关键 而地球上的炭氧循环是光合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环 所以要环保 你拍了ETV吗? 是介绍Game 今天介绍什么Game? 就是光合 好,眼睛睛爆金 今集来到爆这个光合作用 好,阿金,试不试,来吧 Otosimus 这个就是刚刚GenCon手买 多谢帕龙借给我们去试的一款游戏 好 好 你好像试了,是不是? 试了 我看了图示,我还没试 好了,一本 自私私,可似 一个很薄的Woolbox 是,是 是一款extract game 我所知道的就是 最主要是玩地图 是,玩地图 玩地图 OK 好 这样 是 还有玩它阳光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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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身阳气 是不是那首 你自身阳气 基本上每个人是选一款硬色的树 分别有细树 是 中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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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根 那棵树没有根 没有根 即是没有中树根 OK 是,OK 这个重要 有中树根 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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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半岛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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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不是万马街 对不起 半岛直树就会 半岛直树 还有半岛直树 都不是万马街 半岛直树就是这个日剧的 我不说了 真的好 售价半岛直树 好 然后豪宅直树 是万马街 十倍风 OK 那个是半岛直树 好,那说一下你怎么玩 基本上的component 就是这样 有树 小树 中树 大树 还有种子 每个种子不同 是 基本上 开头的时候 大家只能放些树 在板图上 放在最外围 是 小树 放在这里 有很多树 放树 是 每回合开头的时候 收集阳光 是 收集阳光是 看这个阳光的方向 是 就照过去 照到的树 就会有一个太阳点 是 太阳点 是用来一些钱 令到你可以买些树 多些 bank 或者买种子 是 或者令你的树成长 或者是播种 都要阳光点 是 OK 好了,但是有 limitation 就是 若果一棵树 后面 比如矮 最小的树 是会遮到后面一格 除非后面那棵树 是大 是 中树 是会收到两点阳光点 但是会遮两格 是 大树是会遮三格 是 基本上呢 拿完阳光点 同时进行 第一个树就负责 要是生树 是 要是播种 要是成长棵树 嗯 每个树做完之后 阳光就会 移位 就是会移位 是的 太阳会移位 所以基本上呢 那些遮位是会跟着阳光走 是不断变来变去 是 那这回合是不断地重复重复 那怎样跑分呢 就是靠大树 是 大树就是 好遮阴 是啊 大树好遮阴 撞到自己 好了 然后呢 树呢 有分别呢 在地图上面呢 是有一格树 两格树 三格树 四格树 是 看看你棵树在什么位置 是 那当大树之后呢 就会老死 用四个点去老死 是 死在哪个位置呢 就抽回对应 那个板上面 树叶的分数 是 基本上呢 最高那树呢 是分 越高分 越走不断地 被人在收割的位置 是 越来越少分的 是 那这个游戏呢 这个游戏呢 这个游戏呢 就是这个游戏呢 这个游戏呢 是 基本上 这个游戏呢 差不多 差不多 那 你玩完 你觉得呢 其实是 真是 你说就说抽象而已 是 其实呢 整件事都很 是 是 是 有 比如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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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是 都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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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计算你怎么播种,去哪里生雪 或者有没有人被Block到你的阳光 这个游戏经常玩是area control得来,又要玩卡位的游戏 而且我知道你这棵树会慢慢涨高 譬如今回合遮两格,下回合遮三格 那你就要计定未来几回合的发展,避开别人的树音 树带好遮阴,这游戏很明显就不想遮阴阴 那Gameplay呢?时间上你觉得怎样? Gameplay我上次玩了二人都加上游戏过多钟左右 那你觉得这个游戏你会建议给什么人玩? 其实我觉得都是Family向的,虽然是有数得计 而且好像爆地盘,但其实比较单调和充满性是有问题的 因为其实我个人认为,因为阳光是一直转转的 那基本上你都是唯一考虑的就是党人的位置之外 都是怎样令到你拿着那个阳光 所以那个Strategy的方向都是只有那两三度玩苦的 那当然越多人玩过那个Chaotic 就是越来越混乱的情况是会高的 但是我觉得就算多极多是想的方向都是比较单调 但是是好玩的,我玩过是好玩的 但是重换性就会比较低 嗯,我自己看完那个,我自己感觉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Player和Player之间的互动 会不会有某一种的Pattern呢? 譬如我每次可能都是固定那几步 是的,会的会的,起手会的 是的,还有就比较担心就是会不会就说 啊,这游戏的时间的Play time很长 因为其实你这样去loop一个圈呢 其实都比较多事情做的 那你越去到中期的话 你布局的那些位置就要想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些 是的,但是反而我有这样看的 就是作为一款Family Game来说呢 我觉得它合格的 而且合格有余的 那些Graphics是很漂亮的 你不要计算,一棵树是两派指板四派 那这些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是有教育意义 给小朋友玩又不难掌握得到 还有整件事的Layout玩完 拍一张照片出来都是很棒的 是的,是的 那推介也是,给家庭 还有伸手都OK 伸手OK,还有教育小朋友 关于玩我的意识其实都挺好的 还有一个很热的题目 没错,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光合作用Photosivus 拜拜 拜拜